經過多次的周旋 台北市重陽敬老金 宣布將從明年度開始重新發放 一千兩年歲出歲入 剩下的錢提撥10%作為財源 初步計算每個人大約可以領到一千兩百元 我們基於財政收支平衡 跟零計預算的這兩個原則 第一個不負債 不舉債 第二個不排擠原有的 社會福利原預算的項目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 2016年大砍重陽敬老金 引發各方批評 取消將近六年後宣布回歸 雖然比先前的一千五百元 縮水了一些 但小確幸回來了 長輩們還是很高興 至少老年人覺得有人關心我 大家是既然在台灣 因為福利都差不多 這樣比較有個公道吧 對一般人來講是有種比沒有好 有種比沒有好 恐怕是大部分北市老人 共同的心聲 因為看看隔壁的新北市 每個人可以領到一千五百元 六都之中 台中桃園 65歲以上能領兩千元 最讓人羡慕的是澎湖縣 每個人發放五千元 堪稱全台之冠 北市今天的記者會 柯文哲以為被施政理念為由 不願到場背書 改由副市長黃珊珊代打上陣 聽發重陽敬老金 一直被視為是柯文哲 跳脫傳統政治框架的創舉 然而經過多次與議會的攻防下 最後還是低頭妥協 八大新聞亞庭王明賢採訪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 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請 đầu 這段是很早的 2011 1 1 2014 2012 2014 2014 2014